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你们的老师Steven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学习研究关于斯芬克斯全文所作语情的这么一门专题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首先呢,我们在讲这门课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讲的一些内容 那在上节课呢,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主要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全文所影的一个概念 以及这个全文所影它涉及到的一个具体的问题 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创建这个所影,全文所影 以及这个全文所影过程中创建完成以后呢,我们如何对这个所影进行搜索 好,那在讲完了这个全文所影的这些问题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次专题课程的一个重点,斯芬克斯 什么是斯芬克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跟大家分了这几个五个小点来进行讲解 我来看第一个,斯芬克斯的一个基本概念的一个介绍 这个是我跟大家截的一个图,这是斯芬克斯的一个logo 这是一个眼睛,就是类似于搜索的 第一个呢,斯芬克斯呢,是一个基于Circle的全文减锁引擎啊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安装好这个MyCircle 因为它是一个基于Circle的整文减锁引擎 可以结合MyCircle,Prior Circle,还有这个MaryDB做这个全文所影 它可以呢,提供数据库本身更专业的这个搜索功能 使得应用程序更容易实现专业化的全文搜索 在之前呢,在上一节呢,我跟大家讲过啊 MyCircle里边有一个Votex的一个 一个Votex的一个全文搜索引擎 全文搜索引,但是呢,它的那个 全文搜索呢,全文搜索引呢 不如我们这个斯文克斯,更加的专业 更加的高效 第二个呢,斯文克斯,它是全文搜索引擎 Cosic呢,它是支持中文的全文搜索引擎 这个呢,是因为这个斯文克斯啊 是老外发明的嘛 然后上一节课也跟大家讲到这个 因为英语嘛,它的里边一个 一个单词,然后隔一个空,隔一个单词啊 不会造成我们像我们中文这样的一些奇异 因此呢,我们需要 他们在这个斯文克斯的基础上 结合这个MRTJ 创造出了这个Cosic 它是支持中文的一个一款全文搜索引擎 好,那跟大家说完了这个斯文克斯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斯文克斯的一个优点 斯文克斯的优点 这一点,高速索引 在这个CPU,新款CPU上 它的索引的速度能够达到每秒10兆 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第二个就是高速的搜索 高速的这个索引搜索 比如说在2到4个G的文本量中 平均的这个查询速度不到0.1秒 就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如果我们平常不用这个 比如说这个斯文克斯全文搜索 既然搜索引擎的话 我们直接用Grip去到这个2到4个G的文本量中去查找相关的内容的话 速度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因此这个高速索引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优点 第三个就是高可用性 这个在单个CPU上最大可支持100G的文本 100兆的文档 这个支持的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呢就是它能够提供良好的这个相关性排名支持分布式索引 提供的这个文档摘要的生成 这个文档摘要的生成呢就是比如说 在上一节课里边跟大家讲的 这个比如说我们搜Math学院PHP 它会把我搜出来的这个Math学院PHP给它高亮 这个高亮的部分就叫做文档的一个摘要 提供文档摘要生成 这个也是斯文克斯给咱们提供的一个优点 第五个就是能提供从MySQL内部的插件式存住引擎上搜索 支持布尔转语 这些都是支持的 以及这个进一次的一些查询 支持每个文档多个全文搜索 全文检索欲 默认最大的是32个 这是斯文克斯的一个优点 主要是这前三点 三个高速 三个三高 第一个高速所以高速搜索 以及高可用性 这一点 这前面这三点决定了 这个斯文克斯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使用 第三个就是斯文克斯的一个缺点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缺点 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有主件 不一定尽可能是这个ID作为这个主件 主件ID嘛 必须要有这个主件 因为我们在生成这个索引库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 它这个k是它搜索的一个这个资源 然后这个value呢 就是它这个文档的一个ID 我们要根据这个文档的ID 然后到满色谷数据库里边进行查找内容 第二个呢 就是主件必须为整形 必须为是一个数字 不能是那个字符串 这样的话不利于这个查找 第三个 它呢不负责数据的存储 好多人之前都认为 我们把这个数据存储到这个斯文克斯里边了吗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只是这个斯文克斯搜索引擎 它只是提供这个词核文档的这个ID的这个 kvalue的一个字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真正的数据呢 数据源呢 还是在MySQL中进行存储的 第四个 也就是比较麻烦的一点 就是这个配置 不灵活 非常非常的复杂 我们在后续的过程中 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配置 大家就会有自己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 好 那这主要就是这四点的四个缺点 希望大家有一个了解 好 讲完了这个缺点 优点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斯文克斯常用的一个架构 这个图可能有些小 这个斯文克斯 这个斯文克斯呢 它是基于这个PHP和MySQL中间层的一个东西 当那个 提交到查询给PHP以后 PHP拿到这个查询 然后通过SQL查询搜索引擎 查询这个 交给这个斯文克斯 搜索引擎 斯文克斯 进行查找以后 获得到这个文档ID 然后到MySQL数据库里边 查到相关的结果 最终呢 给它返回到我们这个用户的一个界面 那全文搜索 索引服务呢 是相当于数据库的这个中间层 分担数据库的压力 在大数据量并发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提高 这是我们比较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 与MySQL全文索引的一个 检索的一个区别 主要的区别 第一个是它可以提供啊 比数据库本身更专业的这个搜索功能 使得这个应用程序更容易实现专业化的全文检索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服务器 就是说这个斯文克斯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服务器 具有很多这个MySQL自身不具备的扩展功能 性能更高 它存在于MySQL之前 因此呢 能更好的缓解数据库的压力 因此呢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所有的操作啊 都是围绕数据库开展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各种方法 各种手段 来最大程度的减轻 最大程度的减轻这个数据库的压力 好 那这个就是跟大家讲的一个斯文克斯的一个优缺点 以及它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架构 最后再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MySQL 和它这个和MySQL全文检索的一个区别 好 那本次课呢 也是啊 跟大家讲了一些理论 主要是跟大家讲了一下斯文克斯的一些 一些 和斯文克斯相关的一些东西 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啊 能够认认真正的理解一下 这个斯文克斯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和一个概念 好 那本节课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呢 下节课再见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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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